今天終於不治逝世 享年35歲 有陳玉兒報道 在傳出陳百強危殆的消息之後 她的親友和大批記者 在醫院通宵守候 直到中午12點多 院方終於證實陳百強不治 她的媽媽稍後都向記者宣佈死訊 一會兒你出來 我不想她從校門出 我要她堂堂正正在這裡推出來 當她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不要拍她 負責搶救陳百強的醫生說 陳百強是死於腦衰竭 她在這幾個月 病情已經轉催惡化 血液純粮方面 一向有藥物都可以維持 但是到最後都變成了 都搞不到了 陳百強是在去年5月入院 期間一直昏迷不醒 直到今日世世 終年35歲 她是在七八年參加一項 電子琴大賽得獎加入樂壇 期間貫錄過多隻唱片 亦都演出過多部電影 在最偏偏似心想見你 木仙電視記者陳玉宜報道